找了一個禮拜找不到公文 因為公文被柯文哲帶回家了嘛 這種小偷嘛 那柯文哲幹了八年 知不知道商權如何挑 他知道 他當然知道 他講什麼 他說我忍了八年了 他為什麼要忍呢 他是會忍的人嗎 當然不是 他跟人家交易了八年 他跟別人交換利益了八年 現在柯文哲也把公文拿出來說 我有盡力啦 而且我在公文裡面 特別談到台字光 可是我看了以後 你覺得此地無印三百兩 如果你覺得你卸任前 最重要的公文 你要講清楚就是台字光 為什麼你過去八年 你如如不動 分文都沒有動他 還有我剛剛講到 這裡面剛剛講的 他推的一推二五六 他完全沒辦法 這個公文 坑文哲可以帶回家嗎 不行嗎 不過奇怪的事情 而且剛好是帶這件案子的公文 所以他知道這個事情要爆發了 他知道要東窗事發 準備好要打這個後面的媒體 你說他知道這件事情很嚴重 所以他突然間跑進來這個東西 他是有 他是已經準備好 傳了一旦的嘛 他是找 這個事情已經東窗事發 而且跟他 跟他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嘛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柯文哲講話本身 你要注意喔 他講話就是 他說 他說藍綠綁聯合 汙錢給台資光綁架了八年 等於他告發了嘛 他公開告發 說有藍綠聯合在裡面汙錢 那他說他知道很多事情嘛 他知道怎麼汙錢 他知道綠色是誰 藍色是誰 請他講出來嘛 他不要對媒體講 因為他有告我 這個他有在台北地方 這個北檢告我 你說他太誤 現在這個案子 現在是士林地檢在辦嘛 對不對 所以士林地檢快點 找他去問啊 把先傳證人傳來 你柯文哲公開講說 藍綠綠綠錢是誰啊 你要拿證據嘛 對不對 他手上 因為他有證據啊 對啊 他有公文 他弄了一堆公文回家 你再看看好 可是他怎麼可以拿公文回家啊 不是 他要第四點更離譜的 你剛才講話怎麼講的 找了一個禮拜找不到公文 因為公文被柯文哲帶回家了嘛 這種小偷嘛 柯文哲是小偷 你知道 把公文帶回家了 找了一個禮拜 找不到他的議價紀錄嘛 議價紀錄被柯文哲偷回家了嘛 他偷那個幹什麼 那就是犯罪證據啊 你自己沒有犯罪怎麼會偷啊 然後最後有 大家有上禮拜 禮拜五在這個節目講過 你忘記了嗎 陳崇文就是柯文哲的小弟啊 真的假的 對 你沒有看今天這個 王毅川怎麼講的 民進黨怎麼講的 柯文哲有沒有跟陳崇文吃飯 對 吃飯的時候有沒有就談這個案子 有沒有談臺志光的案子 今天王毅川敢丟打這個牌出來 就手上有東西才會打 你說民進黨早就掌握了 民進黨當然掌握才會打這個牌嘛 就吃飯最簡單 時間 地點 刷卡 記錄 一大堆都有 這個都是王毅川已經丟出來的東西 所以柯文哲是跟這個事情 是涉案關係的嘛 你要搞清楚你知道 但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柯文哲在兩次 在黃珊珊的選舉當中 在柯文哲大選當中 他們都有跟過去的廠商募款嘛 對不對 那這個事情 如果有跟台志光 或相關的人募到款的話 那這個就是貪污犯罪證據 就成立了嘛 那相對的一個問題 那台志光當年 為什麼那麼好的一個案子 這高於人為什麼要退出呢 對 退出是金額一定很大嘛 所以這個檢察官都可以再去辦嘛 高於人掉來問啊 當時的交易紀錄 到底拿多少錢走啊 你好不容易標下這個案子 你這個標下這個案子 對這個案子 這個公司正在向上起飛 你幹嘛在這個公司向上起飛的時候 往後撤退了 所以檢察官要去調高於人來問才對嘛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那我請問你 這個案子要有多大的政治力量 他不是講的嗎 藍綠聯合污前 那表示綠的還沒有出現啊 那沒有高於人這種大的背景的力量 有綠人是在後面的話 那這柯文哲在八年當中 誰是藍綠的大咖 一定有人在後面 難道只是個陳崇文這個小咖 你說陳崇文不可能 所以不可能嘛 4咖小議員議員個XXX 講難聽一點 議員能夠A那麼大的案子嗎 對 但後面一定還有更大的常進人嘛 好 那最後 然後你講一個 你講的商權辱國條約 那柯文哲幹了八年 知不知道商權辱國條約 他知道 他當然知道 他講什麼 他說我忍了八年了 他為什麼要忍呢 他是會忍的人嗎 當然不是 他跟人家交易的八年 他跟別人交換利益的八年 所以柯文哲這裡面 他是涉案的當關係人嘛 他自己講的話都留下痕跡 我再提供給檢方一個參考啦 這裡面有兩個局長 兩個副市長的參與 一個彭政生副市長 一個資訊局人 是黃珊珊負責讀導 是喔 所以黃珊珊有直接介入 而且柯文哲在這個台北市政府 突然間弄了很多的經費 等等的情況之下 都是黃珊珊進入以後 大量的在這個動員廠商 然後選舉等等 所以很多的錢的事情 這一次市民地協署好好查清楚 還有最後一個我講清楚 柯文哲跟這個媒體講過 當時採訪他的人 叫蔡壁如 他跟蔡壁如講說 他覺得他選後會被清算 這就是清算的開始 這兩天台北市議會 炒得最兇的就是 余市長跟果債市長的改進案 改進案是之前已經花了140億 結果現在還要再追加49億 柯文哲不是講說 他的這個所謂的財政紀律最好嗎 可是他留給了蔣萬事副裡面 你說這是一個地雷 這個地雷49億是非給不可 可是這個49億 本來不是說藍綠兩黨的議員都拒絕嗎 說現在這個台北市政府不要買單 可是你們今天為什麼全部都妥協了 其實這已經是第二次 魚果市場追加預算了 上一次在兩年前那一次被議會否決了 然後只有這一次 上一次要追加20幾億 只有這一次更扯要追加到近50億 原本140億已經是個天價了 兩個市批發市場改建140億 結果現在加上50億的話 是190億耶 那為什麼 你說190億很誇張 是因為你在台北市 蓋任何什麼學校任何地方 都沒有這種價錢的 一個學校改建大概十幾億而已啊 有電梯有游泳池有停車場 所以我那時候 有電梯有游泳池有停車場才十幾億 是 結果這個叫190億 所以當時 當時其實昨天是國民黨自己黨團 為了這件事情 就炒了二十幾分鐘 甚至我當下我就說 為什麼要追加49億 因為還要多蓋一個 漁產市場的6到8樓 跟果菜市場的6樓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不是已經設計好了 為什麼要多蓋這兩個 又不是偽裝建築一層一層幹的 對 還可以這樣 我再想一想 再多蓋一個帽子 想一想再多蓋一個 在堆積木毛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當年 柯文哲設下來的套 當年他就是要規劃一個 這麼大的量體 然後又不敢編太高 來跟我們議會要了一個140億 結果標不出去 標不出去 他就跟人家講 先談好說 要不然你先蓋個三分之二 好 先蓋個三分之二 我們後續再去擴充給你 議會不知道 他思相受受去答應了 可是我不懂是說 你當時給他140億 已經是天價了 如果已經是給了一個天價 你為什麼當時還蓋不出來呢 因為他蓋了一個天樓 天樓 因為大家可能如果去細部看 雨果的整個樓地板面積跟量體 是無敵龐大 無敵龐大 那為什麼會蓋到這裡 那個時候2017年的時候 正值柯文哲要準備選 2018年的連任 所以他就能夠答應就答應 人家要蓋什麼KTV也給人家蓋 空中花園也給人家蓋 吃到飽餐廳也給人家蓋 對 我說雨果市場有吃到飽餐廳 有空中花園還有大陸 還有觀賞魚 未來還要做什麼觀賞魚比賽 觀賞魚集散中心 它是果菜市場批發中心 跟漁獲批發中心 但是地方各種勢力 可能未來想要經營或想要什麼 就開始開條件 那那個時候柯文哲只想討好 這些不管是地方的勢力或攤商 反正是公家的錢 是國家的錢 他不是最在乎財政紀律 他不是最討厭這種利益的勒索嗎 沒有 那是說說而已 說說而已 結果全部都答應了 全部都答應就變成一個 龐然大物的雨果市場 140億還沒辦法蓋 140億還只能搞個三分之二 昨天我在黨團會議的時候 我就說不蓋了 6 果的6跟魚的6到8 不蓋不可以 可不可以 我們反正已經設計這樣 就這樣可不可以 不可以 當年多惡劣 你們全部妥協 不行 把必要設施放在沒蓋的地方 什麼叫必要設施 停車場 消防 公安 當年你140億發包出去的東西 沒有消防 公安 停車場 但是沒有停車場 然後消防 公安有問題 有殘缺的建築物 所以你就綁著 掐著我們議會 一定要再通過這50億 把這一個 另外的三分之一補齊以後 你才會有停車場 你才會有消防 你才會有公安 用這種方法來設計議會 用這種方法來先跟人家綁好 對 我實在是很難相信 所以昨天我一度 已經跟林毅華講說就砍 砍了才能凸顯 當年柯文哲的決定是錯的 然後他們也說好我們回去討論 結果後來來跟我講說 沒辦法 不能砍 對 砍了以後 公安 消防 停車通通出問題 所以原來140億飆出去的市場 是一個公安 消防 停車場 都有 都缺的這個建築物 那請問一下 這樣沒有違法嗎 這樣不用送監察院去糾局嗎 所以今天雖然我們台北市議會 勉強地把這49億給了 你們給了 給了沒辦法 不能不給 不能不給 被掐著國子了 對 不給我們會搞出一個 140億的爛尾了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我就搞不懂今天是藍綠 兩邊磨刀霍霍都說 這個案子我們絕對不能讓他過 結果今天一下就過了 所以我就說 這是一個很要求的套 設了一個套 他給你搞了一個140億的爛尾樓 除非你再給我50億 我賣你房子 OK 你給我140億 我只賣你客廳跟臥室 不好意思 沒有廁所 沒有陽台 你還要把廁所陽台 好啊 可以啊 再拿50億來 所以 我給了50億就有廁所陽台 要嘛我們就要接受一個 140億的爛尾樓 要嘛我們就要接受一個 將近200億的天價市場改建 你說叫我們議員要怎麼選擇 沒有一個人能夠承擔 這樣的政治責任說 好 我砍這50億 然後未來出現一個 140億的爛尾樓 那柯文哲他已經都不在台北市長 那找誰就責 是找蔣萬安就責 還是找我們議會就責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是每一個人 咬牙切齒去通過這個 用咬牙切齒來形容 對 真的啊 去通過這個預算案 但是我想請所有的台北市民 你們去想想看 140億的案子 你告訴我沒有停車場 沒有公安 沒有消防 當時這個案子到底怎麼飆出去的 你的建造到底怎麼發的 可以這個樣子搞嗎 這就是柯文哲說的財政紀律嗎 董事長 我們今天看到的很大 我們今天看到中國的建築 覺得很誇張 沒有最誇張 只有他們真的可以這樣幹的 我要先講一個概念 今天公共建築 跟民間蓋房子的建築 所以民間建築 一樣都叫做建築物 那建築物在不管是政府出資蓋的 或民間蓋的 都有一個所謂的 申請建築執照的程序 對 建築執照 換言之講 你自己台北市政府的建築物 也要跟你台北市政府的都發局 或相關的建造的管理單位 要申請建造 然後完工要申請完工證明 所有的東西都要經過 和法律程序完成 我現在聽起來有一點匪夷所思 那你當時建造怎麼過的 不是 這個不可能過啊 因為很簡單 我現在就講個最簡單的事情 它那個部分 因為我是學工程的嘛 你蓋了一棟樓 裡面有個叫做公共設施 英文叫utilities 就是所謂的水電空調 然後什麼環保 有的沒有 全部塞了那一堆 那個東西是第一個動作 要做的東西 對 因為所有的建築物 如果這個不先蓋好的話 你後面沒有辦法推動嘛 而且我不懂 以前那個都不是放地下室 你怎麼會放在樓上 不是 這管線怎麼接啊 對 你不是放地下室的嗎 所有的管線 所有的電力設備 通通要先做好的 對 第一個我在講的 這個是荒謬 我問的是 台北市政府的官員 這個叫移送法辦 這個概念怎麼審查的 調查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要去告他 柯文哲怎麼這樣子搞 怎麼叫做廠商先講好 這個公開招標案子 可以廠商這樣 對啊 那你怎麼確定 你怎麼講 我現在這150億給你 那我怎麼能確定 未來的40億50億也是給你做呢 可以啊 綁標嘛 綁標 就是你其他的部分你不知道嘛 你不敢做啊 因為你指標這個50億的部分的話 你摸不清楚前面是一片漆黑啊 沒錯 前面是我做的 後面我知道哪裡可以接 管線接頭 然後所有的路徑要怎麼走 所以這個東西 擺明了違法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呢 事實上 我剛剛聽了俗慧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匪夷所在 欸 好歹我也跑過公共工程 我也跑過 將近10年的台北市政府 我沒有聽過這種事情的 對 我覺得這個 柯文哲市長在任內的時候呢 他對這種所謂公共建設的這種 不 我應該說了慢不經心 其實不是只有這個案子 我們講很簡單的啊 大巨蛋 大巨蛋最後的設計 也不是原本的設計的樣子 對啊 他還是放水讓他過啊 好 那我再講另外一個案子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成功市場 那成功市場這個案子 我看了我也覺得匪夷所思 成功市場 為什麼因為成功市場原本的這個 他們當初來跟這個成功市場 要改建嘛 然後跟這些所謂的 攤商的設計這個說好 就說欸 可以搬到地下室去 就搬到地下室 攤商也認為說好啊 地下一半在 他說一半在地下室啊 那攤商認為的 你認為一半地下室在怎麼樣 就是一半在上面 一半在地下室 結果沒想到後來設計不是這樣 後來設計是景觀在上面 攤商全部在地下室 結果攤商全部在地下室的時候 攤商才發現說 你市政府的設計是這個樣子 結果沒想到 因為後來開始開挖之後呢 因為剛好遇到COVID-19爆發 結果COVID-19爆發之後 因為你要往下挖5公尺多 結果沒想到要往下挖的時候 費用暴增 費用暴增了40% 所以挖到最後呢 攤商覺得我們要改 那但是往下挖的時候 現在這個議會要多增40%的 要加錢 要加錢 結果人家就問到柯文哲 柯文哲說 那如果覺得不好設計的話 講問市長你可以變更啊 所以他完全推的不關他的事情 這樣一個狀況 例如說這個蘇惠委 一元在講的 金華城的容積率是一個 但我覺得還有一件事 其實我也覺得這個 其中一定有問題 另外就是大指 大指過去一段時間 在水安有非常多工業宅 那工業宅 因為政府從這個好龍斌到馬英九 都不敢讓他合法化 柯文哲讓他合法化 而且他就一次特色讓你合法化 就過了 就過了 這是怎樣 從工業宅 原本工業宅價格是非常低 他讓他過關變成是正 變成是一般的住宅的時候 這個價格完全翻過來 他敢這樣做 那當時中央有跟他說 你不要這樣做 但他還是這樣做 所以他說他其實 整個施政的過程裡面來說 有非常 我覺得很多人都被他這個 包裝的這個講得非常的好 實際上你可以 如果你仔細去檢驗來說 他很多市政 都是有非常多的缺失 現在就是看 其實現在最大的球 是在誰的手上 在蔣萬安市場的手上 他如果真的很認真的 打下去的話 我覺得柯文哲沒多久 他就原形逼漏 他已經 因為蔣萬安不想當壞人 他也想白的票 他就如果這個 他像柯文哲當初 怎麼修理國民黨的話 這柯文哲絕對會死得非常難看 所以我覺得這個球 其實是在蔣萬安市場的手上 好 四位 談到大巨蛋的時候 當然你是非常熟悉的這個案子 可是柯文哲就講 你一直跟我講大巨蛋 那都是之前的事情 那是好農民的事情 他都沒有暗途施工 我來才暗途施工的 我接著剛剛的這個話 他當年說 他做了多少改善 有多少改善 我 那一天那記者會完 我就問他 我說你當年說 大巨蛋充滿了公安問題 第一個公安問題 他說大巨蛋是鋼骨結構 只要發生火災 才會快速的導熱 這是他說的 第二個他說 大巨蛋下面的停車場 全部都是連通的 發生火災就會從這一區 燒到那一區 燒到那一區 這是他當年說的 等到他同意大巨蛋繼續蓋的時候 我就問他 請問一下大巨蛋 現在是不是還是鋼骨結構 是鋼骨結構 是啊 那我抽掉裡面的鋼骨 變成木架嗎 第二個 大巨蛋現在的停車場 是不是還是各區連通 還是地下停車場 還是各區連通 而且是各區連通 然後我又跟柯文哲講說 我告訴你 台北市政府下面的停車場 也是連通的 台北火車站下面的停車場 也是連通的 所有的停車場都是連通的 對 所以這證明什麼呢 當時他是為了卡而卡 去找出很荒謬的事情 甚至當年連說大巨蛋不能打棒球 這樣的謠言都出來 後來為了放而放 所有需要改的也不需要改了 好啦去談了一個超低的 所謂的超額利潤0.6% 那0.6%是誰負責談的呢 黃珊珊 他去談這0.6%他就說 哎呀雖然很低 但是總比沒有好 但是你知不知道市府 當年花了300多萬 去找了一個會計師事務所 做了一個財務評估說 應該要收多少超額利潤 會計師所評估是0.6到1.2 好啦你是市府的談判代表 你去跟大巨蛋談 人家會計師跟你建議要從0.6% 談到1.2%之間去談 你會怎麼談 你會從1.2%開始跟他往下殺 最後可能會談在一個0.6%跟1.2%的中間 沒有 直接就最低 然後就很開心的簽下去了 所以這到底是解套還是要求 我覺得大家就去打一個問號了 宇宙 現在原來台北市政府 留了很多爛攤子 現在有80億 而且是藍綠共同認為說 都是柯文哲留下來的 對 寶玲哥 現在出現一個奇怪的狀況 柯文哲意外團結了 國民黨跟民進黨 在台北市就說一件事情 寶玲哥你知道今年 台北市總預算三減只有多少嗎 多少 0.05 那這麼少 1億都不到 只刪了9700萬 那沒有理由很簡單 因為民進黨都可憐蔣萬安的 他們都說蔣萬安太可憐了 算了 還是勞過他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蔣萬安一上任之後 他就得要背負柯文哲大批大批的 一下是爛尾樓 一下是工程款沒給付 一下是這邊又欠債 等於是說債務要償還的一大堆 很嚴重嗎 當然很嚴重嘛 我不用隨便舉一個例子好了啦 各位 像是櫻土 你知道像櫻土 或者說我們最近大家吵的這個 魚果市場 他出現什麼狀況嗎 樓是蓋了 標案是出去了 但是他通通沒有完善 沒有完備 等於是蔣萬安一上任之後 像是這個魚果市場 像我剛才講到的櫻土 除了有一些規劃費 設計費 然後加包費 比如說我只蓋到六樓 未來還有六到八樓 還要再加蓋 這一兩百億兩三百億 通通要誰來承擔 通通變成蔣萬安承擔嘛 所以他們就講啦 光是今年就是我們標案 鞭了一大堆預算 講完他要拿來幹嘛 通通要拿來還債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們就是可憐他 不是 柯文哲不是一直在罵蔡英文說 你不要再留子孫嗎 結果他就 再留子孫的是他 保安哥他厲害了 我跟你講 柯文哲最會挖這種偏門 你知道什麼叫撈偏門嗎 他是不是主預算 給你欠一大堆 他跑去拿什麼 教育基金 什麼XX基金 這邊東撈一百二十億 這邊東撈五十億 最後講完攤手一看 奇怪把一百多億的基金 都只剩十七億了 都被柯文哲撈光光 所以有一幕就很有趣喔 以前大家講 簡蘇培是民進黨 台北市議會最大的戰狼 結果沒想到 連他罵蔣萬安 罵著罵著 本來蔣萬安還說 你簡蘇培很生氣喔 瞪他 他說你這個麻木的市長 然後他反過頭來 為了這種中國事件 然後瞪著他 他說你只會一位 扣紅帽子 結果你知道簡蘇培怎麼樣嗎 本來是想說 想說你什麼 很生氣喔 站起來喔 要跟蔣萬安輸贏喔 結果想就想 算了啦 你那麼可憐 還要收柯文哲爛攤子 默默坐下來 拿起吸管喝飲料 所以各位 全台灣唯一能夠 團結藍綠的人 世界級為人 叫做柯文哲 這個台治光的案子 你整個嗨下去 我覺得整個台北市政府的撫會 根本就已經爛透了 剛剛講 你不是市政府有人 你今天議會 根本有一個龐大的力量 再幫台治光來講話 這出來怎麼樣 今天一開始是吧 你是什麼大馬路啦 小馬路啦 你說監視器 可是誰 讓他進到校園 讓他進到醫院 讓他進到社區 那都是在柯市府裡面 就是柯文哲任內喔 也就是你嘴巴在講說 我受夠了你巴尼 我受夠了你巴尼 你們兩邊集合了 聯合貪污 可是你一方面 大開方面之門 開了很多很多的門 然後讓台治光 進去哪裡 進去這裡吧 剛剛講的 去學校啦 聯合醫院 稅間激增處啦 公共負責處 公車處 等於說你嘴巴講的 跟你做的完全不一樣喔 對沒錯 事實上柯文哲呢 等於是說呢 他把這個責任全部推給 這個母約的這個問題 但是我必須說 紫約或是後來的執行單位 其實都是他 現在郝龍斌 為什麼跟他 或許他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他從頭到尾 他可能都還沒有執行到這個案子 他只有簽約這個部分 為什麼只有簽約這個部分 這個簽約這個部分可能是 這個郝龍斌要負擔的 我覺得他簽約就要負擔很大的承認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個約 當初簽約的時候 他是經過六次的流標 最後一次才得標 那得標者是台通光 就是現在台資光的母公司 那因為他要執行這個案子 他把它轉移給這個台資科 所以當時台資科才成立 台資光才成立這家公司 他成立的時間是在2011年才成立 那後來呢 這個台北市 當然就跟他簽約 完成這個案 這個所謂這個光簽的運作 可是他到2013年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才跟他說 你可以開始蓋這個所謂 市區裡面的這些所謂光簽 一直到2014年的7月 NCC才說你可以開始營運 所以到2014年7月的時候 他才可以開始營運 所以他那些約都還沒有簽 就是在這樣子 那後來呢 到2013年呢 那時候有一個公司入股了 因為原本的這家公司來說的話 是這個百分之百是 大部分時候台通光持有 但是到2013年的時候 因為這個約已經準備要運行的時候 2013年到洪海進來了 洪海其實是台資光的第二大股東 第一大股東就是台通光 那第二大就是洪海 洪海目前持有大概三成左右的股份 所以就是說他們可能當初呢 因為2014年選完的時候 如果假設是連勝文當選 那這個案子就繼續run下去 沒有問題嘛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當初寫的劇本 可是後來就是 因為後來是柯文哲當選 當選的時候呢 如果柯文哲如同剛才講的 照理說你如果覺得這是大B案 因為他後來2022年他要下任的時候 他就說他一開始就覺得這個是大B案啊 對不對 他說怎麼一個公司 95%的業務都是讓他承擔 台北市 好那你當然當初知道這件事之後 你應該當初就把它點出來 他沒有點 而且他後來還陸陸續域執行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後來開始執行的時間點 從2015年嘛 你看開始的2015年 都是他上任之後啊 2015年 所以這個案子 台北市聯合醫院2015年 台北市立大學2015年 台北公共預助處 以及我們學的公車處2017年 包括台北公車處 台北市立大學一樣 2018年 對 所以為什麼他現在 沒辦法自圓其說 就是因為 他既然說這個有問題的時候 那你當初為什麼 還是讓他這麼多這個狀況 一直都是你在執行 所以為什麼郝隆斌好像 他好像勞心哉哉 因為我就把這個約談下來 但是執行者其實都是柯文哲 不是 我覺得郝隆斌現在死蛛不怕滾嘴 當過台北市長 像他現在遭遇的只有他一個 當過台北市長 基本上都是登籠之道 都直接要衝總統的 他連一個基樓式的立法委員 都選不上 代表那五大必案 對他來講那是追心刺骨的痛 他在政治領域上已經沒有了 他說沒這麼好講話 要告就告 我現在爛命一條 可是你柯文哲是未來有前途的人 你才是別人 別人要攻擊的法治 對 所以為什麼 現在柯文哲在整個案子裡面來說話 像什麼兩妹三妹 傳輸速度廢率什麼問題 都是跟他有關 所以其實現在民眾黨就是把他推到這個母約 可是問題是事實 細則執行 全部都是柯文哲 那因為你在執行的過程裡面 現在陳崇文出事了 那你怎麼辦 你這裡面來說這些都是你在市政府之內 執行的所有都是你 跟郝隆斌其實關係不是很 就是說在執行這個部分 是跟你有關係 跟郝隆斌無關 也就是說這件事情 你不能一推二五六 對 那所以他現在為什麼很緊張 就是這樣 那他也知道說這個問題 可能這件事情 可能真的會燒到他自己 所以他把很多公文都帶回家 可是問題是現在看起來的話 這裡面來說可能跟他真的是 有很多很多的關聯性 可能他沒有辦法這個離開 因為真的執行者是他 那這些所謂的廢率最後的制定也是他 然後兩妹三妹那些所有爭議 都是他任內的 那這些你要說就是這個母約的關係 其實這都跟母約恐怕已經沒有太大的關係 所以宇憲沒有想到 在漩渦之中的是柯文哲 對 沒有做到一點仔細觀察喔 這個現象很奇怪 民眾黨理論上應該有三個人物嘛 對不對 一個柯文哲 一個黃珊珊 一個黃國昌 結果現在毛起來最緊張這個案子的是哪裡 柯文哲 還有黃珊珊 黃珊珊就在剛剛還在發臉書 黃珊珊也緊張了 對 發的頻率都快要跟洪生案一樣了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篇一直往前丟嘛 那我就問各位 怪是怪的嗎 第一個 柯文哲是四組這個東西 我們確認了對不對 那黃珊珊她處於什麼樣的角色 她是資訊局的主管機關嘛 她是副市長嘛 她督導資訊局 各位你要搞清楚這個點喔 因為當你今天把鏡頭轉到黃國昌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個怪事情 你知道黃國昌今天在幹嘛 還在罵蔡英文 連續發兩篇文章罵蔡英文 還有做什麼你知道嗎 跑去立法院 草野協商跟柯謝民大吵大鬧 然後全世界都在跟黃國昌講一件事情 台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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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國昌有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 完全沒反應 所以跟我看懂 因為你如果從政治的邏輯去解讀這件事情 不通 因為政治的邏輯解讀是什麼 說哎呀 黃珊珊想要全台北市長對不對 所以跟著柯文哲一起去打蔣萬安嘛 打了蔣萬安之後呢 兩個人就可以這樣漁翁得利 比民進黨搞不好還會加強他 然後去禮遇他 禮讓他 但我跟我講 不是 我現在搞懂了 這兩個人 都想要轉污點證人 都在逃命嘛 黃珊珊為什麼要極力的辯 這個澄清然後辯駁 因為會不會他在當中也有扮演角色 他也有份 否則黃珊珊 在立法院忙得要死 你看他什麼時候這一陣子去理過柯文哲了 沒有 理都不理 對不對 那黃珊珊在柯文哲打入這個戰場之後 莫名其貌又把矛頭轉回去台北市政府 不是啦 黃珊珊他為什麼要去當立委 就是因為他當議員當膩了 當副市長當膩了 好想當立委嘛 怎麼會這時候又轉過回頭來 跑去糾纏台資光這個案子 不合理嘛 那再來柯文哲卸任之後 現在你說他矛頭對準獎案 結果我們一個一個爬梳 從106年 包括泰幻全部監視器 到後來的2妹3妹 我們講4C公司做出來研究報告 都驗證一件事情 你柯文哲脫不了關係嘛 水寶哥看到這邊你搞懂了嘛 黃珊珊跟柯文哲在幹嘛 根本不是為了政治企圖 不是要跟民進黨合作 你看到當王毅川講這些句話的時候 你就理解了 你有沒有跟陳崇文私下吃過飯 兩個人在幹嘛 逃命嘛 忙著把自己的責任卸著 所以你這時候理解了 為什麼黃國昌一直站在旁邊 理都不理 忙著自己的事情 忙著跟國民黨合作 因為關我什麼事 關他什麼事 關我什麼事 這又不是我們政黨 又不是民眾黨 又跟選舉沒有關係 又跟政治沒有關係 單純是看著你們兩個 在互相抓替死鬼的一場好戲 所以說你看雙黃的表現就很清楚 黃國昌絕對不卷入 但是黃珊珊不斷的發文了 對嘛 黃珊珊發文 而且你看喔 他每一個文章都run五章吧 比如說我們要發文是要做什麼 針對一個大的概念 比如說統籌規劃 我要如何去護航柯文者 我要如何捍衛 結果不是耶 黃珊珊最新一篇聽我說什麼 說我們106年的合約 只有2.6億元啊 那我講話 蔣市長為什麼要解約呢 台志光是佛心來的 寶貴哥你知道我看到這個兩行話 我看到什麼嗎 看到什麼 亂 關心者亂 不知所云 對 就是他代表已經開始自亂正角了嘛 跟柯文哲為什麼會把公文貼在臉書上 一模一樣的意思嘛 寶貴哥 我訪問 不是 他也有公文 對嘛 你看 而且他也是把相關的合約紀錄拿出來 那我就問喔 這跟柯文哲拿公文出來一模一樣的意思吧 剛剛吳東講的老半天說 這兩個怎麼會有 這兩個是不是內神通話鬼 還是說早就已經存倉好 留在那邊檔案 為了要求自保 求保命符 不是喔 各位你知道我看到的是什麼嗎 他們為什麼要把它PO出來 根本不應該PO出來的東西啊 你是不是可以寫 跟蔣萬一樣 當初看完會議紀錄之後 包括疫苗的會議紀錄之後 背下來 用墨背的 把相關的文件呈出出來啊 因為你一旦貼上來 大家就會開始質疑 你當初為什麼要留下來 再來還是說內神通話鬼 有人把這個東西給你 但他都凸顯出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就是柯文哲 黃珊珊 自亂正角了嘛 因為這種文件 這種東西 根本不應該在這個時間點貼上來 坦白講 他們在訪的是什麼 根本不是政治 而是怕說自己會成為 剪掉下一波樂壇的名單 所以總統長 你又看到貓膩了 你剛剛黃珊珊講了什麼話 你看了沒有 黃珊珊說106的合約2.6億 要母契約到這個 到齊為止 台智光是佛心 那這個蔣氏幹嘛要解約 很簡單一句話 黃珊珊在幫誰講話 他抱怨誰 抱怨講話 蔣萬安 他在幫台智光講話 黃珊珊今天一個小時前 還在發文幫台智光講話 他還在抱怨 台北市政府的發言人 如此水準 還在抱怨蔣市長 現在大家要幫蔣萬安去抓弊案 你怎麼跑來發文來打擊蔣萬安 所以你在哪一邊 從這個選邊你就看得出來 黃珊珊站在台智光這邊 來打擊蔣萬安 修理事副發言人 怎麼這種事情 台灣最重大的台北市的弊案 而資訊局是黃珊珊督導的 她督導的是主要的權責單位 所有的放水 所有的金額簽約 母約簽約都是黃珊珊督導的 而黃珊珊直接參與這個事情 你看著民進黨再兩天 名單就出來了 黃珊珊絕對跑不掉 你也說 現在黃國昌跟黃珊珊兩個人的態度 太耐人寻味了 請問一下 那麼從郝龍斌開始到現在 有市長把母約解約掉嗎 沒有吧 請問有沒有副市長把母約解約掉 沒有 沒有吧 再請問一下黃珊珊在當時 在台北市當什麼 不是議會的議員嗎 林國成也是議會的議員嗎 然後現在民政黨有四個議員 這六個議員請去查一下 對台智光有沒有口誅筆伐 要把他趕出台北市要跟他解約 沒有 查一下就好了嘛 還有黃珊珊說什麼 說這個是什麼 佛心來的 前衛我跟你講 你們說黃國昌沒有對台智光發表 有耶 他發表什麼 我唸給大家聽 面對台智光這個收買政客 吸納稅人血的垃圾廠商 好如說 柯文哲在市長任內的職權範圍內 三減預算極力對抗甚至不惜 提出賦議案與議會對干 現在台智光跟政客交相賊的弊案正式扶上台面 當初護航台智光的藍綠政客 反而開始檢討柯文哲可恥之急 我就問是非可以這樣顛倒嗎 財團勾結議會 榨取國家財產 哎呦 奇怪 好像為什麼民眾黨一個民眾黨 會有完全不同的這個結果嗎 但是黃國昌很詭異的是 他發完這篇臉書了以後 他不再發 你知道嗎 這件事情他都不再碰 這件事情現在是從上個禮拜到現在陳重文 收押以後到現在台灣最重要的事情耶 台灣政治廠商最重要的事情 而且直接把你的組織 民眾黨的主席柯文哲拉在裡面耶 到現在柯文哲各位 他有把自己撇得乾乾淨淨的解釋了 讓大家都能夠心服口服嗎 沒有啊 為什麼 為什麼黃國昌就 不好意思 我有發了 我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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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什麼 這個 西納稅人學的垃圾廠商 我就走了 不好意思 我就走了 我就不碰了 我要去跟柯柯見平拍桌子 我要幹什麼我就走了 為什麼 因為他的個性 像這種西納稅人學的垃圾廠商 還有藍綠 他就跟你打到底 戰到底了嘛 出來捍衛到底了 奇怪 為什麼沒有啊 為什麼他一著了之啊 這好奇怪 這是你認識的黃國昌嗎 這不是我們認識的黃國昌嘛 所以黃國昌知道 這個事情 大條 過去八年 柯文哲如果能夠可以做 他假設做什麼 還有 那既然柯文哲這麼討厭這個 等於說台志光 為什麼謝任節 還給他這麼多的標案 其中有兩個標案 還超過上千萬以上 你知道嗎 所以沒有道理嘛 柯文哲這麼討厭台志光 柯文哲認為台志光有問題 但是我還是給你標案 這什麼樣的這樣的一個決定呢 明天 藍 白 兩邊的黨團三長要吃飯 吃飯的時候 柯文哲說他要出席 他說你不要來找我了 以後我吃字的意思 不要再吃第二次了 可是見面喔 黃國昌講 他是以大家長的身份 什麼叫以大家長的身份 寶傑哥我先講 我對這件事情看法好不好 柯文哲是不是總統參選人 是總統參選人 369萬票 他現在是不是在野黨黨主席 是 他應該去台北病院跟總統見面了 他應該去台北病院跟總統當選人 賴清德主席見面了 結果他現在講說 我去康園吃飯就很高興了 我真覺得 這有比較好嗎 明天晚上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 立院黨團的黨團三長 總召是傅崑奇 這邊是黃國昌 他們在立法院要吃飯 我先說 既然選康園 沒有新鮮事了 你在康園吃飯還可以 大家公開你會有什麼結論 不會有結論 不會有結論 就是行李如宜大家認識一下 那問題是 試問誰不認識誰 都認識 對啊 你要認識什麼 所以我覺得 柯文哲講的好笑是 大家認識一下 不是早就認識了嗎 所以原本說法是 傅崑奇希望藍白能合作 希望說上次這個院長 雖然你沒有投票 可是以後我們也能合作 因為國民黨52加254 還是沒有過半嘛 所以希望跟民眾黨吃飯嘛 那你傅崑奇找黃國昌 你們兩個總召 而且又在立法院抗議 立法院全國記者密度最高的地方 也就算了 居然有一個人講說 我也來了 我是阿伯 我也要去吃飯 柯文哲也要配 你今天每個禮拜二五騎腳踏車去 立法院開會 然後你連康院吃飯都要去 你應該找朱立倫 你應該找賴清德啊 你怎麼跑去那邊吃飯 好 那叫黃工廠趕快 我覺得他也是 意美之詞 讓大家覺得這個事情 沒有這麼的 就覺得說為什麼主席要來 就像是 兩個年輕的男女在相親 已經花拳一下 準備要步入這個地毯 紅毯另一端了 突然爸爸在旁邊講說 好啊 你兩個快去 因為我去旁邊看就好 你去接入幹嘛 那黃工廠趕快說 沒有啦 因為柯文哲是大家長 大家長 誰的大家長 他當然只是民眾黨的 國民黨哪裡會聽他的 所以我們也邀請他來 但這就很奇怪了 保夕哥 以前有看到哪一個黨主席 跑到立法院去開會嗎 沒有 去也是送個東志湯圓 大家辛苦了 精神講話半個小時就走了 他今天常租立法院 還騎腳踏車去 連吃飯你都要坐在旁邊 可是你知道台灣的民主走到了 今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黨團自主 今天國民黨 民進黨 過去任何的黨派 他對於整個黨團的運作 就是尊重 哪有人 黨主席把手跟腳都伸進去的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他現在是這樣 他可能 因為有很多人認為說 他留在立法院的這個理由 大家不理解嗎 我就問朱立倫 從雄奧到現在有跑出來嗎 很少 可是他自己可以開中常會對不對 那民眾黨自己不能開 民眾黨的中常會 當然可以開中常會 你一天到你去立法院幹嘛 第二個 民眾黨在立法院的八席 真的 它是有重要的 它的影響性 第一次 民眾黨投給誰 就誰就罰能過的 真的三黨不過貝 但是他放棄在立法院長 那一意義之後 反而被人家看破手腳 我常常講關鍵少數 重點在關鍵 而不是少數 如果你很關鍵 院長是你決定的 副院長是你決定的 副院長還可以是民眾黨的 黃珊珊 然後每一個法案 譬如說要開實安 要開什麼 都是由民眾黨決定 它就重要了 結果你現在搞到 居然出現一個 黃國昌要開 政黨協商 朝野協商 然後呢 整個廠 只有 吳春成跟洪孟台 你等一下 朝野協商不是基本上有十個人嗎 三個黨的黨團的三長 加上立法院長 對不對 都坐在那邊嘛 我告訴你還不值得十個 旁邊還會有立法院的秘書長 為什麼要立法院秘書長 你看喔 以前王金平在開朝野協商的時候 他開了任何境外 李錫珊一定在旁邊 為什麼 來我就跟大家講沒講 因為當你朝野協商協商出來的結果 誰去執行 李錫珊 秘書長要執行啊 如果今天這場朝野協商 決定了禮拜五就是實安專案報告的話 那誰要決定禮拜五的議程 對不對 秘書長 你黃國昌講完就好了 所以呢這個畫面呢 可能也讓民眾黨跟柯文哲有警示說 我們開了一個朝野協商 只有黃國昌當主席 下面五十個人還是民眾黨的 然後國民黨也沒來三個 就來一個書記長這個洪孟凱 民進黨三長通通不來 根本不買單嘛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民眾黨要想清楚 現在立法院長就是韓國瑜 韓國瑜讓你去說 好啦 那國昌委員 你就去開朝野協商吧 可是呢卻沒有 讓你跟這個周萬來民主黨一起開這個會 所以這個會當然不會有結果 這也是民眾黨現在目前在立法院的窘境 所以黃國昌被看破手腳了 黃國昌其實我不認為他不懂 可是他可能很想要有所表現 所以你看 光是為了這個朝野協商 今天民進黨特別開記者會 消遣黃國昌 黃國昌好了啦 議事規則 你連幕僚都不懂 幕僚懂得都比你還多 你先去了解一下 立院資源行事法吧 你現在想要進福爾獨 到時候冷凍一個月 好 冷靜期一個月 所以呢 黃國昌現在很想要失利 但是把這個 我最後講一句話 你今天做得到老冬 陳佩琪這兩天臉書寫的 看起來還是挺黃三三喔 所以不要功高正主成吞舟之餘 如果被當成是 你的風頭見過於柯文哲 反而被民眾內認為說 你搶了主席的風采 可能會有點得不償失 好 所以建平 這個 比如說現在對於 整個民眾黨來講 真的這麼尷尬嗎 所以你剛剛聽到這個說 黃國昌跟黃三三 在民眾黨黨團 你要朝野協商的 這個部分就不同掉 難怪民進黨今天會開記者會說 你黃國昌民眾黨黨團 要開朝野協商 前半個小時你才發通知 這不是不同意識規則 要不然就是你是故意在耍 這個民進黨跟國民黨 對 然後而且好像似乎 又什麼事情就要跟著你走 民眾黨現在陷入一個狀況是 所以基於像你知道 你只要有一點點政治經驗的 都覺得不可思議嗎 以前我們跑國外 沒有看到一個黨團 會這樣搞的啊 寶洁哥你很清楚 立法院 不管是立法院 立法委員的職權行事吧 或者是意識規則 你不可能叫黃國昌他當過立法委員 你說黃珊珊沒當過就算了 對 那起碼他會按照規定制度說 這個敦請韓國瑜 立法院長來趕快召集朝野協商 他臉書在這個20號 下午1點59分才PO 那跟黃國昌的這個做法就不一樣 所以你會看到民眾黨黨團 似乎他會呈現一人一把號 各吹各的調 那民進黨跟國民黨 他會覺得說 那我到底要聽你黃國昌 雖然他是總召 黃珊珊是副總召 那到底要聽誰的呢 更不要說 這連續一個禮拜幾天以來 柯B光是為了民眾黨 和民眾黨團的人士 就忙得交頭爛額 光是陳志翰 在這個民眾黨黨團辦公室主任 然後楊寶貞又請辭 淚汪汪的 然後在那邊解釋了半天 他已經無暇顧及到 這個黃國昌跟黃珊珊 雖然已經有 網路上也酸 柯B現在是要看黃曆 那柯B也說 這個可能民眾黨以後再立法院 就是這個少數了 不關鍵了 不像我們這個節目 關鍵就是關鍵 那你再不關 不再關鍵的話 是在選舉的時候怎麼喊著 製衡兩大黨 製衡藍綠 超多藍綠呢 那現在不就是一場夢幻嗎 好 你在黨團Hold不住 你讓黃國昌跟黃珊珊 像雙頭馬車一樣 這樣子去跑 你沒有辦法去管黨團的 是個事情 那黨中央到黨團 這一鏈橋的這個連接 你又出現一團亂 以今天的新聞為例 今天傳出來說 民眾黨中央委員會 要有通過七個人事案 包括這個新聞與情部主任 吳宜萱 社會發展部的這個主任 還有他們組織發展部的主任 張清俊 馬自威 馬自威是黃成俊的好朋友 是我們桃園市 當時民眾黨 本來要在如族提名的 這個立法委員候選人 結果因為 後來被檢方收押了 收押 因為他涉嫌收受 中國大陸的這個 那邊的這個機關的錢 100萬元 然後被收押了 中間的介紹人 跟黃成俊有關 他被這個檢調用證人的身份約談 所以當時他是背書幫馬自威推薦的 那後來民眾黨就馬上了 這個為了止血 為了對險情衝擊降低 趕快把這個馬自威開除 然後這個黃成俊的問題 因為他是桃園市民眾黨 市黨部的主委 就輕輕放下 現在傳出來要讓他當主巴部主任 雖然說民眾黨內就有人戲稱 有人就私下講說 哎呀 桃園幫 他說 近平啊 你們桃園幫的人要上來這個台北 這個進民眾黨 把民眾黨 因為柯P最在乎民眾黨說沒有組織 沒有組織要把組織弄好 可是你卻找了 在地方上似乎他有很多人脈跟人際關係 和這個用人的這個色彩跟邏輯都搞不清楚了 爭議的 爭議的 把他拉進民眾黨之後 他這一番的操作的結果就是他沒人了 對 黃成俊也好 張清俊也好 張清俊這次還是民眾黨的不分區立委的候選人 他們兩位之前在這個2022年選議員的時候 也都曾經選過議員也都落選 那時候也有來請教我怎麼樣去選議員 我也跟他們交流過 所以我可以知道他們兩個在地方上 其實有很多社團組織都很陌生的 因為陌生的關係 因為沒有經營過組織的關係 他只好尋求往這個黑白兩道 尤其是道上兄弟的那一挂 或者是統一出境黨那一挂的人去找人 來幫他們 所以能夠撿到籃子裡面的就是菜 這就是他們現在的思維 而柯P現在也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他們就會講說 你看看我在桃園市啊 這次六度選舉 桃園市算是總統票跟政黨票 開的最漂亮的六度之最啊 所以用數字來說明一切又是科學理性物實 可是當你出現這樣一個用人的狀況和爭議的時候 黨內就產生這種茶壺裡的風暴 從黨團意識的狀況一直出包 到黨團的人士到黨中央的人士 也沒有辦法鏈接得上 柯P滿頭包的時候 他還想不斷地去襯黨團的這個美光燈 和這個新聞焦點 黨中央他也無法兼顧的時候 難怪人家說你這樣組織真的發展得起來嗎 好 蘇菲你今天做了一個動作 可能柯P又要掃頭了 他要頭痛了 今天的我們講的 今天的魚果市場 真的有問題嗎 你現在查出什麼東西 而且你要不要送監察院了 當這個新聞一出來以後 民眾黨的議員們 不去把事情搞清楚 第一時間就對我開罵 就在那邊掉腳 但我覺得議員之間 要彼此尊重對方的問政嘛 那這個事情坦白說 當年我們都同意他簡像招標 可是是怎麼樣呢 原本師傅告訴我們說 140億他要買一台頂規的BMW 有全景式天裝 環繞式音響 然後按摩式椅子 OK好我們就好 140億也不規了 他就讓你去買 結果你買不到 你告訴我們說 我可以剪相嗎 買比較普通一點了嗎 那我們當然覺得還是要有一台車 市場改進還是要做 好那你就去剪相 我們以為他會買變成一般規 譬如說就不要全景式車天窗了 就不要這種什麼按摩式椅子 可是你還是要買到一台車 可以開的車啊 對你就算沒有旗艦 你總是要有入門款 對啊你總是要有入門款 要不然你花了140億耶 結果一直到這一次的追加預算 我後來發現說 你其實真的不用多蓋啊 因為那些樓層都是沒有用的啊 現在開的用途都是天馬行空 什麼水族館 餐廳 卡拉OK 那個跟批發市場到底有什麼關係 那我就問林毅華副市長說 我們乾脆不要蓋了 就不用再追加這30億了 他想想也有道理 結果回去一問 那公務局低著頭來找我們說 不能不蓋了 為什麼 鋼筋都蓋上去了 你錢都還沒有通過 那你把我們議會當成效 假裝送來審 事實上已經都蓋上去了 鋼筋已經蓋上去了 已經蓋到超過五樓啦 那你把議會當什麼 然後第二個是當年的檢像 居然是檢掉公安 把它變成一個半成品這樣檢像 檢公安 結果我今天才知道 他沒有買一台入門款的車子 他給我買一個車殼沒有引擎 那他現在就擺爛啊 就說那個議會如果沒有跟我們公 的話這棟大樓沒辦法啟用啊 沒有辦法有公安 對下面的捷運通道也有危險 那你說我們議員怎麼辦 那房子你如果不通過折迦預算 那個房子就不能用了 我們難道可以忍受台北市出現一個 140億的爛尾樓嗎 所以之前我們都只覺得說好貴 他怎麼亂花錢 蓋出一個天價的改建市場 但是沒有覺得他有 不會去想到這種荒謬的做法 一直到說我們這次在審預算 想說幫人民省點納稅錢嘛 不需要的空間就不要幹 省30億 你知道30億可以改建三所老舊學校耶 結果跟我講說早就蓋上去了 而且不蓋這一棟樓就是爛尾樓 那你說像這樣的狀況 我不要說它是弊案 劉淑慧說了不算 我送到第三方監察院去調查總 可以了吧 這樣也不行 民眾黨說我這叫政治操作 我就說總統大選的時候 如果我講這件事 你們就說我干擾選擇 我好不容易等他老兄選完總統了 那我們現在要解決這個爛攤子 你也說這是政治操作 難道柯文哲的案子都不能查嗎 還有今天另外一個案子 我今天才聽到我也頭 還有案子 我們頭也在痛 當時我說它四北科低價標給星光集團的 就是吳欣穎的 他爸爸的那個星光集團 低價標到 好啦你低價標到 人家旁邊的地天價標到 就在隔壁喔 人家是天價標到 它是低價標到 價差多少 我現在還沒有算 都是市府的地 好這都沒有關係 但最慘的是現在星光 因為發生財務問題 星光壽資本氏足率不足 現在居然打主意要把那塊地給賣掉 連集團都找好了 地不是你的耶 你只是地上權而已耶 他連下家都想好了喔 都找到人喔 然後拜託一堆民意代表到市政府來施壓 因為他想要賣掉 然後就 可是他只有地上權啊 所以接下來的未爆彈還很多啦 我們看到科文之後講什麼 現在是藍綠一起貪污 那我這個受夠了 他說我受夠了這個台字光八年了 八年為什麼沒不處理 你不是說你這件事情不敢處理 你其他都敢處理 為什麼這個不敢處理 還有更重要的是 你的最後一個公文喔 等於說12月23號 你25號你就要走了喔 最後一個公文 你居然也是講台資安 台資光 這件代表是你心頭裡面 最重的一塊 然後講說他是惡行惡狀 必須公告於是 那你在任內為什麼都不處理 而且我覺得吧 你這不是此地無遺三百兩 把你內心的最大恐懼 給暴露出來了嗎 保安哥科文有一個特點喔 他很擅長呢 把複雜的事情變簡單 然後把簡單的事情變複雜 但是有一個共通點 通通都是錯的 這是柯文哲特性嘛 我問一下 各位柯文哲第一時間 這為什麼要跳進來這個案子 為什麼 因為陳崇文被收押了 對嘛 因為陳崇文從4.6億拉到5.5億嘛 整個議會的預算往上拉嘛 所以陳崇文被質疑說有貪污 治罪條例嘛 那請問一下 柯文哲這時候跳進來 對不對 但是他的目標跟對象到底是誰 其實是蔣萬安嘛 他是要對準蔣萬安嘛 說這是你蔣萬安亂搞的嘛 但我問各位一件事情喔 請問這整個案件最大的問題 一開始開端跟起始點 是哪一個政治任務 郝龍斌啊 對 是郝龍斌嘛 郝龍斌圈了一個上權入國的條款 25年每年4億還不止如此 接下來所有的紙約 都要以台治光為優先 那台治光在哪裡說這 97%的生意都在台北市 各位我直接講白話文啦 整個郝龍斌讓台治光 可以在這25年間 壟斷整個台北市政府的網路市場嘛 對不對 這是第一件事情嘛 那請問一下 你柯文哲 你現在打著蔣萬安 但是你又說問題是郝龍斌 那你就沒責任了嗎 錯了嘛 當然不是嘛 各位 那他有什麼責任 您是你簽的 現在是你蔣萬安在幹的 你壞我幹什麼 對 寶傑哥那來了 那請問價格是誰訂的 那價格是他訂的嗎 那價格是柯文哲訂的嘛 好龍斌只是說 我把這個東西特許給你嘛 但是特許之後 請問價格怎麼訂 來各位 106年的時候出了一個怪事 那時候柯文哲跟台治光 簽了一個什麼合約 什麼約 說未來呢 我們所有監視器的汰換 跟你的網路 我們把它連結在一起嘛 各位你知道網路跟監視器 到底關聯性在哪裡嗎 我現在想給你聽啦 我簽一陣子 包括我自己車子也撈壞你知道嗎 去警局你會發現 台北市政府的警察局 他有一個特性 全台灣其他地方都沒有 任何一個警察局 都可以調每一支監視器 那為什麼 因為他全部都連結網路嘛 所以你可以東看西看 東看西看 但這時候來了 柯文哲在106年的時候說到什麼 我們把全部的攝影機 替換成200萬的話數 寶劉哥你知道這問題出在哪嗎 問題在哪裡 200萬的話數聽起來很優勢 聽起來很好對不對 但還有一個大問題 請問傳輸量是不是相對應要上升 對 當然嘛你傳輸量相對應上升 各位你就講白了啦 每一張圖片畫質越精美 你LINE在傳的時候 是不是他時間要越久 對 結果你如果用兩妹的會怎麼樣 會斷格 會變成漫畫 會抽格 會變成這樣 每一個人就變成這樣 變得分裂了嘛 就是說你的東西配合不起來嘛 這是柯文哲說的第一件事情 他要求所有攝影機換成200萬畫素 再來109年他就做了一件配套的事情 他說3妹 保留跟在原本合約裡面沒有3妹嗎 沒有 沒有3妹 本來只有2妹跟4妹 他突然訂一個3妹 然後價格說要2200塊 這時候貓膩就來了 請問一下我可不可以不用這個3妹 理論上可以不要嘛對不對 那畫質可能會有點出問題嘛 但是柯文哲自己的公司 他所聘用的顧問 跟大家講說什麼 其實可以不用 柯文哲卻說一定要3妹嘛 所以你200萬就是要配3妹來使用嘛 可是柯文哲不是講嗎 我就是要2妹 是議會比我要3妹的啊 來各位 我跟各位講一個概念 議會可以決定的是什麼 議會可以決定的叫做 預算的總額 但是今天這個約是誰簽的 執行是誰執行的 市政府 柯文哲 是柯文哲執行的吧 來各位 我給一個觀念很簡單 我今天給提包 市議會可不可以給你10億元 那你柯文哲要花多少錢 誰決定的 你柯文哲決定的啊 我可以執行50% 我可以執行40% 預算不要執行完嘛 所以各位你搞懂了嘛 從一開始是柯文哲先讓這整個合約 被迫要用比較好的畫質的攝影機 比較好的畫質之後 就用比較好的網路 然後把這個價格給訂定 訂定完之後 後面後手都只能被迫這樣做吧 這時候好我們講完了柯文哲 對好龍兵只是開給台資光一個大門 在當中電階梯往上爬價格水漲船高的是誰 是柯文哲嘛 好這時候我們講完柯文哲的責任對不對 那陳崇文的角色是什麼 陳崇文就是負責把錢包填滿的那個人嘛 因為今天預算是不是原本只有4.6億 對 那三美2200有沒有辦法執行 沒辦法不夠錢嘛 所以陳崇文把預算拉到5.5億 是不是就可以造就執行了 可以耶 對嘛每個人扮演的角色是這樣嘛 好這時候都講完了 那請問柯文哲 所以難怪今天問說 你有沒有跟陳崇文吃過飯 你吃飯的時候有沒有討論 台資光的案子 你是真的欸 陳崇文一路的殺到底 還是你們在唱雙簧 當然嘛寶傑哥 我就講了一個是塞錢的人 一個是花錢的人嘛 兩個就是要一搭一唱 沒有少了一個要腳 這件事情都做不了 所以你看王毅川講說什麼 他說請問一下你柯的戰情是 有沒有跟陳崇文 還有呢討論台資光的事情 有的話對話紀錄 會議紀錄拿出來嘛 為什麼 公開透明啊 你跟議員對話 寶傑哥這不是說什麼 我今天市長跟他私下吃飯喔 不行喔 你要有公開紀錄喔 再來請問為什麼 都讓這個局處 繼續簽紙約 紙約是什麼 兩千兩百塊的價格啊 寶傑哥我跟你講啦 今天如果這個價格簽120塊 你就會不會有意見啊 不會有意見 對嘛所以你柯文哲簽 價格是裡面最大的貓膩嘛 好那我們講完了 所以你表面上我跟台資光對抗 表面上你這個所謂的我搞複印 可是事實上 你做的所有的動作 都在便宜人家 對嘛那我再問一件事情好了 好深喔 柯文哲是不是有五大弊案對不對 對 今天吳宜萱跑出來講說 哎呀你講話案 如果覺得這個東西有問題的話 你應該廢紙啊 而且你要接閉吧對不對 市值不要偷兩次 那我問一件事情就好了 你柯文哲五大弊案 又哪一個半成 沒有半個半成 那請問這個是不是弊案 是弊案 這是一個大弊案 它可以成為你唯一成功的大弊案 而你柯文哲也早就注意到 這個合約怪怪的 而且郝龍斌的合約 是從2012年就簽到了 但為什麼這把你完全悶不吭聲 反而配置他繼續照幹 不要再跟我扯議會 議會只能提供給你錢 議會能夠唯一制裁你的方式只有什麼 我把你預算三減嘛 他有三減你預算嗎 沒有 還把你預算往上高耶 你怎麼會 我好委屈喔 因為人家給我一堆錢 然後害我還要花錢 我好委屈喔 我只能忍辱不透 還說藍綠 對吧 藍綠共同貪污 不要再說什麼啦 重點是你柯文哲自己在裡面 好 但是我要講完了 柯文哲這個時候為什麼 沒有人cue他 要跳出來殺蔣王安 要跳出來把焦點 為什麼 轉移到蔣王身上 因為他這個叫做 為罪卸責嘛 把你們搞懂了嘛 為罪卸責 他根本不是為了聲量 各位跟我們報告 根本不是為了聲量 他很清楚一件事情 如果現在陳崇文被壓了 包括為什麼這個公文 他要留在身邊 陳崇文被壓是關鍵 對嘛 他只要說為什麼公文放在這邊 接下來會不會找到我頭上 各位你搞懂了嘛 根本不是什麼美光燈 他急著要把整個鍋 甩到蔣王安身上 潑屎潑尿 把抹黑的東西先往上潑 反正呢 就不關我的事 我要趕快解釋 因為各位你別忘了喔 柯文哲他有個很特性 他是全政壇裡面最膽小的政治人物嘛 遇到事情他閃低一名嘛 跟我沒關係嘛 但是你錯了 為什麼 因為今天 不管你是有人說 聽黃山山的一條做什麼好 你把這個事情 往蔣王安身上狗的時候 你忘了藍跟白 還有另外一個人在誰 旁邊 綠 民進黨嘛 所以現在民進黨夾成門蛋 你絕對啦 你吃不完兜的時候 準備跟陳崇文當兄弟 好所以各位 你曾經也在公布門呆過事 這個東西跟他講的 他今天露出馬腳的 他最害怕的事情 居然把那個公文丟出來 公文丟出來 反而是露現了 你知道以前我們的政務官喔 從來不會有人說 要把公文帶回家的 那如果有公文帶回家的 一定會出事的 也就是說出事要自保 所以先把東西留在手上 哪一天看這個風向不對的時候 把它丟出來 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 今天看起來柯文哲的確是緊張了 自保 他是害怕的 平常他講我們看到柯文哲 是想要搏聲量不是嗎 想要對媒體 希望講一些話 對 結果今天不是啊 今天他一直在甩鍋 不是他天邊講 我覺得天邊講 你要離開 我們講12月25號 是你的最後一天 你在12月23號的 幾乎在凌晨的時候 丟出這個公文 丟出這個公文的時候 馬上去撇清你 跟這個所謂的 台志光的這個所謂的關係 那不真的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 是啊 我們不再回顧是 那個陳崇文被收押這件事情 其實這個案子應該被檢察官 盯了也很久了 但是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出手 而這個時候出手 又涉及到說 這個柯文哲又準備拉出來 拉出來又跟郝龍斌 跟蔣萬安兩個扯在一起 然後今天來講的政策會 我們知道 民進黨的政策會 長期以來都是在打選戰的 他不是單純做政策說什麼 欸 治國大方 治國方便的之類的 打選戰的 不是 他是打選戰用的 而且剛剛講 長期以來他就在仰案子 對 不是 他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管道 是 然後他可以去在那個藍營裡面也好 或是現在的白營裡面 甚至還有一些臥底在裡面的 他有臥底 然後他裡面會有拿這些東西出來的 也就是說今天你看到王毅川的出手 他絕對不是單純的 因為他一定是手上 已經有好幾部後面的資料 他知道柯文哲你接下來怎麼會反應 然後已經算盡了好幾部 你接下來怎麼會 你有跟陳崇文吃飯嗎 對 在吃飯的時候有沒有談到台式公司 然後你回答是或不是 他下一部一定還有下一個要追問你的東西 所以今天沒有那麼簡單 今天看起來是什麼 在賴清德的520之前 看起來有一個手在那邊動了 然後那個手在動的情況下 不只是 而且這牽扯的 剛剛志聰也講到 那個水很深 現在有一個江湖傳言 當然現在被蔣官否認說 因為李四川是看不下去的 李四川是直接叫廉政出來辦這個案子的 對啊 那是時候來辦 是辦誰 是辦好龍兵嗎 還是在辦柯文哲 當然辦柯文哲 對嘛 那但是又 所以說到這個約是誰簽呢 是好龍兵那要簽呢 所以這一團亂仗你知道嗎 到現在為止來講的話 綠穎在旁邊是看著好戲 而且是什麼 是知道說接下來你們藍白之間先互咬 互咬之後變滿嘴毛不是嗎 滿嘴毛之後 我再來整個收拾戰場 有利於接下來的九合一的選舉 所以董事長這裡面的水渣嗎 神 我現在要把那個大環境整理一下 首先第一個柯文哲一直立志要選2028 他選2028月威脅到我們賴清德總統 跑不掉了 所以他跟賴清德總統 兩個是C對K 一定對 所以今天王毅川跑出來就是這個背景 這第一點我要講 王毅川出來代表民進黨的發言 就是他們這個基礎的這個 結構型的這個衝突 所以他們的關係是要打柯文哲的 對 沒有辦法的事情 一定要打柯文哲的 這是結構 然後柯文哲自己本身又不乾淨嘛 那第二點 柯文哲的問題在哪裡呢 你什麼公文不帶回家 你不足足把 我不知道還帶哪些啦 對 但馬上第一時間看到人家收押 他馬上把他這個公文丟出來 公文丟出來 他幹嘛 自保嘛 就是自保的事情 這第二點 我就講柯文哲的問題 那柯文哲大致上 我們現在講其實他 柯文哲如果有跟廠商之間 有金錢往來的話 那這個事情 貪污制度條例成立 那今天陳從文這個東西 已經被收押了 對 你以為陳從文收押這個事情 是偶然嗎 當然不是 是偶然嘛 對不對 他只打了一個電話 是光一個打電話就收押嗎 當然不是嘛 所以我剛剛講了一個 很簡單的道理 第一個 這個朱立倫家族為什麼退出 我現在聽到現在結果 我懷疑朱立倫家族的退出 是在柯文哲的淫威之下退出 那個時間點 剛剛雨萱講要定價錢嘛 他說你現在朱立倫在 我就不願意給你朱立倫了嘛 所以他說藍綠本身有搞頭嘛 所以藍綠綠的是誰 綠的到底是誰 柯文哲現在話講一半嘛 然後這個事情 中間早就可以解約一萬次了 他故意不解約 故意在那邊搞 可以解約嗎 他當然可以 他五大弊案沒有一案成功 他都敢打 為什麼這個不敢打呢 我跟你講還有一個 做政府生意100億的生意 後面沒有背景 就靠這四個審議 四億元 吃得下來嗎 吃不下來嗎 不可能嘛 我覺得剛剛最妙的 你也不要建置費用 你今天用的什麼公園 馬路 地下管工 全部都是市政府免費提供 免費提供基本是成本最少 成本最少的狀況下 剛剛講的 人家中華電信 人家的Cable台 早就已經建置了 有建置了你不做 要重新來 重新來 你還把他所有的風險 全部cover掉 好 我最後問一個問題 你以為王毅川問這個話 是跟柯文哲 柯文哲會回應嗎 不會 那問題是誰會回應 檢察官會回應 檢察官會問陳崇文 你跟他什麼時候吃過飯 陳崇文第一天 現在要幹嘛你知道嗎 要當污點證人 他也怕是怕陳崇文 當污點證人 陳崇文八年跟他合作的過程當中 他只要把柯文哲 咬出來這個事情 咬到黃珊珊 咬到彭震生這種咖 他就當污點啊 他就脫身啊 這也太可怕了吧 本來就是這樣子 不是 我是司法警察檢察官辦案 我第一個找就找污點嘛 因為貪污犯 沒有污點 沒有內線的話 你抓不到的 因為他有金流的問題 他有時間的問題 他有公文的流向問題 他很多故事沒有留下痕跡嘛 所以這個時候我覺得最大的突破 王毅川不是在跟柯文哲喊話 是跟承判的檢察官喊話 他表示 他喊話的同時 東西也不斷地往地檢那邊丟進去了 所以陳崇文在被偵訊情況之下 最後一定會出賣柯文哲嘛 因為所有 講完講那句話 對的啊 他說我們已經找了一個禮拜了 目前沒有找到留存下來的書面紀錄啊 其實你現在都是公文建檔 你現在所有的檔案其實都很好找 你怎麼可能說 我找K幾個關鍵字 檔案在哪裡都知道了 我怎麼可能 而且這個恐怖在哪裡你知道嗎 我覺得恐怖是你不是書面 照樣你現在很多都在電子檔案裡面 怎麼可能說 如果在講完講是真的喔 連電子檔案都找不到 講完講假的就變成偽證了 好 我要講 你如果講說電子檔案都找不到 代表你的電子檔案有可能被delete掉嗎 這太可怕了吧 他是因為他是2280塊議價 故意砍到尾數變成2200塊 那這個2280到2200的過程當中 總是要假先 要開始議價一次不成兩次不成 議價三天公文來訪 他在講說有這個留存的議價紀錄嘛 結果通通不見了 結果柯文哲砰打個公文出來給大家看 公文在我家 公文在我家 所以這個檢察官快去收押 快去到柯文哲家去搜索 因為他的公文找不到 在柯文哲家出現了嘛 對 所以這才是核心問題 我剛剛講 第一個有污點證人 你放心一定會搞柯文哲 第一檢察官很快就會找到柯文哲約談了嘛 然後第二個公文不見了 你怎麼可以帶回家 在女家出現 什麼公文不見了 最重要的議價的過程 有沒有放水 有沒有放水 就看看價錢我怎麼給你的嘛 所以柯文哲才是下一個 要被約談的犯罪嫌疑人